發生家暴問題 撥電話求助 由專人提供諮詢 協助通報 不過多數人第一時間 打的不是各地方家房中心 而是 113富幼保護專線 過去20年都由台灣世界展望會承辦 如今卻傳出專線恐怕會斷線 原因之一就是人力問題 依照法規負責接線的社工 要69名來接一年20萬多通的電話 還有三班制輪班 讓專線二十四小時服務 全年無休 工作時間不能漏接電話 因此讓不少社工身心俱疲 接線員工作流動率高 衛福部統計一百零五年 十七萬通的通話量 而少家暴諮詢 通報協助 大約六成符合服務範疇 卻有高達四成通話 與113業務無關 資源浪費 社工吃不消 但113如果斷線 也擔心社會安全網出現漏洞 一年通報的四萬多件 民眾沒有一個專線去通報的話 那我覺得它最前端的兒童保護網 就會缺掉一個口 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承辦 就到今年底 目前沒有投標意願 衛福部表示 會先以合約後擴方式 在明年三月前 由承辦單位幫忙 再來檢討合約內容 絕不讓113短線 記者成為賣掌用器台幣報導